音樂 我知道一津大人 香港小的人就是這樣 我知道了 因為經常被別人願意欺騙 說我是下山貓 經常說我沒有腦子, 像白癡 有 拔人對話 不如改一些花名去唱衰他 當沒事就虧是你 我們沒有花, 就是這樣 就說你們不要控制他 他可能只有他的難處 校園欺凌並不是罕見的事 有調查說超過三成受訪學生說 自己在一個月之內曾經受到欺凌 比率是全球最高 社會、學校和家庭可以做些甚麼呢 你會很感受到 你每天上學, 全班同學 大部分都不太喜歡你 當然不是太好受 Sylvia想回十幾年前 還在讀中二、三的時候 在學校被欺凌的情境 他被欺凌的故事 由中二從精英班調到隔離班開始 當時全班只有他一個是外人 他很快就覺得不妥 我帶了一本《紅樓夢》回去 他們看到我看《紅樓夢》 然後他們就在那裡笑 你看完這甚麼書 你為何會這樣學習 怎麼搞的 都是文學名著 我看有甚麼問題 但不知為何他們會這樣 都可以拿來笑你 又有一次 有同學拍他的肩膀 說他的孝裙髒了 他反過來看 發現染了一大片紅色 後來知道是被人弄固 在後面的孝裙 是很正確的位置 然後我去洗手盆沖 但一沖是很容易沖得掉 有人趁我不在意時 就弄了下去 我不知道弄了多久 可能大半天 我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自此之後 就很膽戰心驚 你每次坐下哪張椅子都好 你都要檢查清楚 看清楚 你才夠膽坐下去 以防再有同類事件發生 欺凌事件發生得越來越頻密 最令Sylvia難過的一次 是由一天身體不舒服 帶了水回學校 一直喝都差不多喝光了 突然間班上有一個同學 他就跟我說 其實你剛才走出去的時候 他們進了廁所水 在你一支水那裡 我們中學是用淡水沖廁的 但當時我已經差不多 一支水喝光了 就覺得你這群人 有沒有過分得那麼緊要 都挺不開心的 我覺得好像真的挺過分的 其實當時很多時候 每次放學搭車回家 其實車程都會自己在哭 忍不住 眼淚會流出來 其實我現在大過想起 我其實又有些後悔 當年沒有做些甚麼 其實很多時是聽她說 發生了些甚麼 小時候不懂 最多是這麼壞 這樣… 但是就不懂得說 其實你有些甚麼人可以做 幫些甚麼 罵她也好 以我現在 我就會… 走回以前 我一定會罵她們 Triti是Sylvia中一認識的好朋友 每次當Sylvia被欺負 她都會跟Triti訴苦 她說Sylvia從來都沒有表達過自己的憤怒 她不是一個很仇恨的那種人 她不會說我很討厭XXXX 她不會這樣說 我也不太明白 為甚麼人們會找她來欺負 可能是溫馴 所以更加容易成為欺負的對象 有一次 欺凌姐甚至去到Triti面前 叫她不要再跟Sylvia做朋友 但是被她斷言拒絕 就算現在每次我想起 我都會挺感動的 的確是 尤其是當時 很多人不喜歡你、笑你 其實會影響到我更加珍惜 凡是對我好的人 我都會很珍惜 那件事是教釋了我 就是這個世界不是凡是 所有人都要對你好的 如果有人對你不差 那可能已經是挺好的 而對你好就已經是非常好的 有機構2015年 向全球72個國家和地區 大約54萬個學生 訪問有關校園欺凌的情況 受訪的五千個香港學生之中 超過三成聲稱在一個月之內 曾經受到欺凌 包括遭到襲擊、排斥、威嚇 和被人弄捕等等 比率是全球最高 其實那個情況絕對是普遍的 我猜每家學校都會有的 以我們自己觀察 基本上由小二、小三開始 都會開始多些言語欺凌的情況發生 你隨著年紀大的時候 這些欺凌的普遍性或類別 會慢慢轉變 到中學生就更加複雜了 我想幾樣言語、身體的欺凌 一些人際關係上的欺凌 都會發生 Cylvia經歷了兩年擔驚受怕的日子 直到中四分班之後 遠離欺凌者 她才可以鬆一口氣 她一直不明白自己被欺凌的原因 直到有一次,欺凌者這樣跟她說 其實原來發覺你這個人挺好 沒什麼 為什麼當時我們要這樣整固你 枉你整固了我兩年 你後來才發覺你都不知道自己 為什麼要整固我 我想了兩年,我都想不明白 終於後來有人解答我 原來就是沒有原因的 可能是純粹不幸運 欺凌事件未至於對Cylvia 造成長期的負面影響 但她說本來以為自己已經放下了 直到一次去中學教化妝 見到欺凌事件 才發現自己的傷痕仍然在這裡 其中有個肥妹妹 那些男生就在那裡笑她肥 總之什麼都笑她 那一下又好像啪了一個按鈕 好像突然覺得自己又回到以前 為什麼這個情景這麼熟悉 第一一下是覺得很不自在 而且是突然間人很害怕 那個害怕是好像自己回到以前的害怕 我以為自己很放得低 但是這件事一出現我才可以 原來以前發生過的事 真的影響得我這麼嚴重 從小學去到中學 是個小孩在人格 在思想上成長的階段 往往一些欺凌事件 有時會令到他們對於人的信任 怎樣看這個世界 其實會令到他們有一個定型 距離一個長期被欺凌的人 可能最後會覺得 這個世界其實所有人都是壞人 或者覺得身邊的大人 是沒有東西可以幫到我 假如他形成了這個概念 你也想像到對他將來跟他相處 怎樣去面對一些困難的時候 那個影響就會走出來 災難級 沒有人理過這些異用 又喜歡游泳 很黑 夾起頭髮 然後又沒有梳頭 你去換牙齒的時候 牙齒很疏 沒有自信心可言 讀大學四年級的Casi 小時候也是被欺凌的對象 她說自己的外形和性格 令她沒什麼自信心 經常都會被同學欺凌和杯葛 小聲不跟你玩 只是說話 然後可能到你回答問題的時候笑 用我的筆盒地拍攝 弄壞了東西 有時候用MSN 我問其中一個大頭杯角的女生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然後她就說 因為你書從 經常都不說話 小時候自己有看書 所以就不喜歡你 Casi的中小學生涯之中 有近一半時間都是被欺凌 加上父母離異 令她情緒受困擾 她曾經有自殘傾向 甚至寫了遺書和朋友告別 然後說不開心的那些 那時候想死的 家人又離婚 沒有什麼朋友 還有在學校生活 還有在學校生活 成績又不太好 所以就不開心 就想死去就算了 Casi在中二被指有適應障礙症 直到中六確診患上抑鬱症 她說雖然不知道欺凌事件 和自己的抑鬱症 又沒有直接關係 但那段日子 她很抗拒校園生活 在中五的時候 一個學期她缺席超過三十天 因為不想見到她們 我只會測驗、密書、考試 才上課 又或者她可能有些課 很喜歡我想聽 所以就上課 欺凌事件已經過去了幾年 Casi說上了大學之後 就沒有再遇到欺凌事件 她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自己也從過去的經歷 學會了一些待人處事的方法 自己的興趣和其他人不合格 是沒問題的 但是你可以學一下 別人的興趣去理解他們 可能他們喜歡說無聊的東西 你可以降低你的智相 去融入他們的圈子 到你去一些… 大家很學術的 成堆書蟲 你就做回書蟲的角色 校園欺凌可以令受害者 留下一生的樂印 學校和家長又可以做些甚麼呢 下一節再看 最初發現的時候 其實就是她連續幾天放學 她都會直接進了房間 趴在床上不出聲 其實這個是有別於 她平時放學的 用來放學的 央人的平時放學 可能會哺哩巴拉 氣靈不單止在行為上 言語上令人難堪 也會傷害到人 Coco的大女兒現在在讀小五 她兩年前讀三年級的時候 在學校被人改花名和排擠 令她不愿意上学 我很深刻记得她问我 妈妈我的身体里面 是否有怪兽 是否有怪兽 所以同学就要选我 我最记得就是 早上车她上学 她在车里大哭 就说我不想下车 那到一天 她就吃饭 晚上吃饭已经哭了 就想起突然要收书包 我要上学 她就开始说我很害怕上学 我很不想上学 近女突然性情大变 Coco说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唯有联络班主任 但在过程之中 她就发现原来连老师 都不懂得怎么处理 重点就是你教她之后 怎么去面对 因为之后 我相信她们几个人生里面 一定会在遇这些事 那一刻其实老师就哭了 但我感觉到她很无奈 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也不懂得再怎么办 Coco认为转校都解决不了问题 于是带女儿去看治疗师 经过几个月的辅导和治疗 女儿的情绪已经有好转 但阴影仍然存在 始终老土的讲句 已经有一条尺子在 已经刺了下去 你脱出来 她也有个伤痕 但情绪各有事是改善了的 而且她也开始强化了 自己也知道 我不用听她们说 她说的都不是真的 来到现在五年半 其实她仍然有这些阴影影响她一点 可想而知 如果一些被人欺凌两三年 甚至四五年的小朋友 究竟她的心理状况是怎样的呢 Coco把自己的经历 写上社交平台 发现很多人有同样的遭遇 令她觉得很惊讶 于是她和几个家长 成立了一个叫做 无霸校园的社交平台 关注欺凌事件 你和什么人说什么家长 也有她的故事告诉你 无论是她自己也好 她小朋友也好 或者她身边认识的人也好 其实你才发现 只是大家不选择不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有一个这样的教育 包括了给家长、小朋友 或者甚至乎学校 可能有一些正确的训练 告诉小朋友说不合适的 家长可以怎么面对 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 有教育心理学家说 香港最常见的欺凌 主要是言语欺凌 凭背孤立等等 身体欺凌就并不是那么严重 但是仍然不能够 忽视欺凌所带来的伤害 事实上人制和言语上的欺凌 所造成的伤害 有时不是那么容易 直接说出来被人听 可能很多人的角度 就是很普遍 你必经的这阶段 但是偏偏这些说话 其实对被欺凌的人是最伤害的 他认为香港的教育制度 着重学业成绩 校园的竞争文化 会带来欺凌的机会 大部分学校的老师 主力都会focus 把时间投放在教学上 学习上 变少一些空间 去处理同学之间人制关系 也少去处理大家的价值观 如果小时间放在这些地方上 就会资深很多欺凌的事件 陈家闻是小学校长 他说现在的老师 通常都要兼顾行政工作 加上课程紧逼 在处理欺凌事件上 都会有困难 处理欺凌个案 其实我们是说 我们老师要花时间 单独跟小朋友坐下 谈一下背后的原因 其实老师的时间从哪里来 其实我们做生命教育 这些品格教育的时间 要花很多 我们每做一次 差不多要两三堂的时间 我们都挣扎就是 究竟我们是放进去 还是补多个课堂呢 他又说欺凌事件之中 有欺凌者、有被欺凌的人 也有一大群知情的旁观者 虽然不是每个学生 都会经历欺凌事件 但是学校有责任建立关外文化 遇上欺凌事件 老师也要及早介入 可能就是一些口角 如果我们不去及时处理 或者是同学之间 可能会出到拳头去解决 所以我们自己宁愿及早 去做多些这些功夫 究竟开福了什么事啊 你们 好 刘景阳是四年级学生 他直认以前是一个欺凌者 身边的人都试过被他欺凌 就是… 经常骂人 打人 琴巴 琴巴 是不会同的吗 是同的 那你们怎么办 这次忍住 怕高他的时候 他会不跟我们玩 等他烧了一口气才跟他说回 之后就可以一起玩了 最初的时候他会比较 喜欢用一些肢体 去表达自己 就是不懂分寸 有一次可能是他会问同学 去拿东西吃 可能是会跟同学说 如果不请友食 那我就不跟你玩了 但是跟他聊天 知道背后原因 原来他是 早上吃不及早餐 跟他聊天 都告诉他 其实如果你表现好 你们都可以去校长室 老师也会给你们饼 那便减少了这个问题 李敏儿从景阳二年级开始 就是他的班主任 直到他升上四年级 见证着他由一个小岳霸 到现在很受同学欢迎 经过长时间的辅导 跟他聊天 又知道他有时 某些行为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跟他聊了多了之后 就知道 其实这个小孩是 其实他都听教的 其实他都很乖 本身也没有特别有恶意 现在到四年级 见到他自己都懂事很多 成熟很多 其实景阳这个案件 他都是一个很简单 一个小孩的成长 但是我们如果在成长过程 我们不去帮他一把 可能去到五年级 他是一个大岳 因为可能他用错了方法 他带领就变成一个欺负人了 而可能他们觉得自己 可能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欺负人的 只不过你不妥占我一样东西 那我就不跟你玩了 但是其实我们要他感受 其实被人欺负 或者是被人欺负 那种感受其实都不好的 所以我们在学校来说 都我们做多少这些课堂 给小朋友去明白 被欺负或者自己欺负 那种不同的感觉 除了及早介入欺负事件 陈家闻校长说预防工作也很重要 学校会为每个级别安排 反欺负课堂 给学生了解什么是欺负 怎样面对与处理欺负事件 伴府,你不可以拿大红的笔 这样做是不对的 喂,你不要多事 今天的课堂 我特别是用一个小小的剧场形式 让小朋友透过角色的互动 互相扮演欺负者、被欺负者 以及一些旁观者 看他们能不能够做一些适切的反应 被欺负的 被欺负的 是否会坚决去说离 行军者有时不要附和 有时有需要他们要挺身而出 不过是否自己挺身而出就对呢 帮人,但要有智慧 要懂得判变一些情况 辅导主任刘彩恩说 小朋友在成长过程之中 少不免会有冲突 如果不处理 情况就会恶化 加入了反欺凌课堂之后 看到学生有改变 一些被欺凌者 可能在以往 他没有这个意识的时候 可能被人欺负了 他就可能会咬隐了 可能他不出声 我们叫做沉了底 但现在他们这个意识提升了之后 他就会跟我们 跟老师、跟辅导人员 有时去求助 有时去找帮忙 可能是老师有时帮忙 做一点点调剔 其实就处理了 现在的景阳是否不同了 你们问 是 一定是 没有之前那么严重 现在懂得表达自己的感受 如果跟同学们吵架 你会选择 冷静一下 然后觉得一会儿就没事了 跟我们说道歉 然后我们会原谅他 有时他们都抱着他 他们男生也抱着他 对,抱着大家 黏在一起 他就当我男生来的 睡觉好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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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